2022年2月2日 穿越天堂之门 亲爱的 欢迎来到地球线性时间线的2022年 我们请你们允许今年成为爱的一年 并允许天堂之门的开启 在这一年里 将只有爱才能让你成功 让你欣欣向荣 并让你体验到在地球上生活的纯粹乐趣 当然 由于时间和空间大多是感知的幻觉 你生活在两条时间线和两个时像之间 旧能量 替代时像以及线性时间线 存在于较低的意识水平上 而更高的意识螺旋时间线 存在于更高的频率上 这些时间线中的任何一条 尽管都存在于同一个空间 却产生了不同的空间时像 因此 取决于你的感知和你的灵魂频率 你会发现自己要么处于一个混乱和充满恐惧的现实中 要么处于一个和平且有爱的现实中 如果你是能量的大师 你会被要求根据需要而经常在二者之间切换 在2022年 你将能够选择你想去的地方 通过设置你的频率调节器 调教到新地球时间线 我该怎么做到这一点 你可能会问 只需要做出选择并设定意图 选择生活在爱 善良和慈悲的实相中 并掌握你自己在暗处的能量 这样你就不会被触发而脱离这个频率 如果你确实脱离了爱的频率 只需再次选择 并以这些当前如此便于你使用的更高能量对齐 伟大的导师约书亚 及耶稣和摩达拉的玛利亚为你指明了道路 发自内心的关注爱并善待他人 他人也将善待你 翻开爱之书 开始生活在他的书页里 摩达拉的玛利亚夫人 将教会你在生活中活在当下 不带恐惧和焦虑的专注于你面前的一切 他将引导你在生活的创造性潮流中流动 教导你如何信任和时该臣服 以便你可以生活在喜悦和丰盛中 更高意识的喜悦很简单 与大自然和地球有着深厚的连结 这给人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有一种与你的高我与你的天使和银河家族的连结和沟通的感觉 这样你知道你并不孤单 当你找到一种新的家庭和社区的感觉时 你与你在地球上的不足之间 会有一种神圣的空间和社区的感觉 亲爱的 在2月2日 你们将穿越一个非常特殊的意识门户 它被称为水瓶门户 今年这个门户落在2022年2月2日 我们称之为天堂之门 这是你们在一个神圣的启动中聚在一起的时刻 这个神圣的启动会激活新地球时间线上的显化 你们将看到并感知到天堂如何显化在新地球时间线上 你们将看到天堂如何显化在地球上 显化在你们自己的空间里 显化在你们自己的新地球时间线上 不管在较低频率的时间线上 正在显化哪些混乱和控制 显化在新地球时间线上的将是自由和爱 作为能量和爱的大师 你被要求要保持你的爱的能量 并创造一座光之桥 让其他人找到通往新地球时间线的道路 不是所有在替换时间线上的人都愿意 或者有兴趣切换到新地球时间线 但是那些愿意切换到新地球时间线的人 事实上有许多人愿意这么做 这些人将需要你的帮助来完成穿越和提高他们的频率 及他们对新地球的感知 在2022年 你们中的许多人将被召唤去扩展你们的工作 并激活你们在地球上使命的新方面 你们将带上你们的光之王冠 你们将成为指引他人 走向他们自己的光之王冠的至高无上的存有 亲爱的 不要退缩 现在是站起来并充满力量的时候了 现在地球上需要你 这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要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因为你进入这个新的创造 我们祝愿你在2022年 拥有天使般的祝福和光明 每周市的观想 住在2022年 如果您能听思考 在2022年 在2022年 那边 由于